我們記得在劉耀波先生在兩年前獲得 羅莫爾和平獎的時候 大家都很興奮很像弱 以為這個獎是為他帶來所謂釋放的希望 怎知是事已完畏 反而他的太太劉霞是因為這樣 我想從此人間釋放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到這裡 是再次為劉耀波、劉霞請命 我們不會忘記劉耀波 我們不會忘記劉耀波 我們不會忘記李莫陽 我們不會忘記李莫陽 釋放劉耀波… 釋放劉耀波… 釋放所有政治犯… Poward to the people… Release劉耀波… Release劉耀波… Releas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依然入罪… 中共我斥… 活你不去… 中共倒來… 零八年槍無罪… 我們不會忘記劉耀波… 我們不會忘記李莫陽… 追究六四途山… 追究李莫陽,備戰山… 釋放劉耀波… 釋放所有政治犯… 追究李莫陽,備戰山… 追究六四途山… 建造日黨主席… 權力歸入民… 六十途夫政權… 追究六四途山… 聽著劉耀波… 我們在這裡讀出我們的聲明 劉耀波判刑三周年遊行聲明 今天是劉耀波被判刑三周年 2009年劉耀波因為參與讚者零八憲章 被控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刑十一年 社會民主連線特遊行道中聯辦 抗議中共打壓異見人士 我們要求中共政府 立即釋放劉耀波及所有政治犯 解除對劉耀波妻子留下的遠近 武將人權實行民主制度 今年內地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官方大事慶祝 對於同樣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耀波獲言 就在今年十二月世界各國的 一百三十多名諾貝爾獎得主 推信習近平要求釋放劉耀波 他們認為釋放劉耀波和他的妻子 將是朝著尊重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 萬向萬出的具有實質性的第一步 他們又表示任何政府如果限制思想自由和結社自由 都會阻礙本國的發展 中共政府至今並無回信回應聯儲信 社會民主連線呼籲 中共政府正視社會矛盾 不要以以為所謂維穩機器可以千秋萬世 改革不可避免民主制度亦是世界潮流 人權更是天故 不能任意由政府剝斷社會民主連線 2012年12月25日 劉耀波先生被判刑三周年 我們不會忘記劉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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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火流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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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士以後警方不出口的勘諭 請入攀爬鐵馬以免發生危險 小人士以後警方不出口的勘諭 請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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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牛下 釋放所有政治派 釋放所有政治派 我們不會忘記劉曉鵬 釋放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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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所有政治派 建築一堂主席 權力歸於人民 所以想問任何人 今天同日這個接受信任 我們是習近平 所以我們大聲跟習近平說 習近平 聽不聽到? 我們不會忘記劉曉鵬 我們不會忘記劉曉鵞 習近平 聽不聽到? 我們不會忘記劉曉鵬 我們不會忘記留下… 好,那你將風射神消失去 我們不會忘記留下… 我們不會忘記你黃楊… 我們不會忘記留下… 我們不會忘記留下… 習近平… 你聽到嗎… 我們不會忘記留下… 好,我們今天習慣節奏 我們在1號遊行都會為留下 表哥勝利,除了叫大話精靈 我講一次,欺嘗不怕做特首 為民請你作可策,這是最諷刺的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解釋 好